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回到第三部分达人在先 又是我 现在第三部分想说一下 当你做到一个网络达人之后 即是网络你的品牌 或者你一个专家的形象之后 其实你是应该去做一个 再和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如果你已经做尽了 或者保持一些恒常模式在最近的时间 是时候再将这个层面的东西搬去其他不同的层面 其他层面不外乎是一些姊妹 即是东方、苹果这些姊妹 即是杂志、东方新地 什么体育杂志、文章、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子媒 接着就要去到这个叫做 电台 接着一个就是电视台 那你就要开始追求外面这些媒体 对了 因为你现在在这里站稳住脚 就算还没站稳住脚 当你觉得有些东西 值得收成的时候 你都要去概括其他的媒体 对了 那以我自己为例 那我本身在网台做的时候 跟着也是在虚似外面 寻求一些叫做主流媒体的合作机会 那例如 可能去拜访一些 用你现在网上的身份 去拜访一些主流媒体的人 从而得到一些机会 例如我自己 我首先去了DBC 数码电台 他们都是受电信条例监管的 一些数码电台 那时候有一期很流行数码化 但当然现在推行失败了 这些台 以前有一个电台叫DBC 数码电台 那我们要跟着电信管理局 所给的指引去做节目的 就是不可以说粗口 不可以有一些叫做 色情暴力意识的东西 都跟正常电台一模一样的做法 那当时主持的节目 就讲一些社会的阴暗面 那我也是以殯儀的身份去做这个节目 那而开始在这个电台期间 开始接触到梓梅 东方、苹果 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合作 例如可能 因为你要提供一些想法给他 他才会觉得 你这个想法多好 我这个第四 可以试一下 那就用了他们的平台 去做多一些自己的事情 如果要知道的 你打我的名字 然后打回苹果或东方 那你就会见到我所跟他做的事情 例如新年的时候会访问我 会跟我做个访问 就说新年的时候 如果是殯儀的话 应该是怎样去处理呢 就是殯儀事 应该有什麽禁忌呢 又或者过新年的时候 或者正常愉难节的时候 就说有什麽禁忌呢 我们要知道呢 你都开始有很多这些访问 令到我的主流性 会比较强了些 然后慢慢就 紫媒 数码电台 然后慢慢也碰到主流的电台 就开始在新城那里 就做节目 又是讲都市传说 又是讲阴暗面 其实都挺好的 这个题目 然后慢慢开始 就可能接受 主流媒体的电视台的访问 你关于关于以上的东西 然后也有些主流的电台 电视台 就希望找到你的故事 去拍你的电影 微电影 节目 综艺等等 然后慢慢开始 开始在这个层面上面 其实你已经知道自己 掌握到一些 叫做媒体的力量 接着我自己就 慢慢开始 就是尝试 在这个框框 这个框框 其实已经做到一些固定的感觉了 接着开始跳出另外一些框框 就用回原有的模式 原有的网络 原有的主流新闻 媒体的力量 跳出来 可能做我的娱乐事业 我娱乐事业 但就用回这一个配套 再幻化在这边 再生一件东西 出来 现在就变成了两件东西 而变成这两件东西 之中 我再继续找不同的老板 各样 有不同的行业 各样 去把我这一套理念 搬给他们 就造就了 财经 时事 生活 富康 到目前为止 我想除了封月板 和赛马板 我没有碰到之外 其实赛马板 我有个朋友在做 他上次邀请我上他的节目 是苹果来的 其实我都已经要赛马板 都已经有物乐开发了 只要我有东西跟他谈 他就可以帮我出到新闻 基本上我想除了封月板 不可以之外 体育板 财经板 赛马板 时事 富康 娱乐 我都全部可以 做得到这个配套 那当然在沙家就是 做八字这一样东西 和娱乐这一样东西 因为始终都是我的兴趣 那 现在反而反而 我又做任务的行业 我套用到我这些套路里面 都很容易可以达到我的效果和目的 之前做殷儀 跟着又做娱乐媒体的东西 比较出色些 跟着再做 再做什么呢 再做就是说的 那个宠物殷儀 我幻化了那套电影 直入式去做了它 跟着拍我的电影 都是这样 一直下去 不包装自己 特别 都是跟这个主流去穿埋 造成的 这个穿埋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 怎样令到你 在网络上做得来 不是只是网台晶 是主流媒体会重视 注视到你呢 怎样做主流媒体 亦都会介绍你 非主流网络的媒体 这些都是我们一路做一路学习的 这些都是我们一路做一路学习的 大家要 要 要开始经历到的 就是一些 你作为 一个 或者半个 或者 三分一个的公众人物 所要承受的东西 你是一定要承受的 吃得咸鱼就抵得喝 就不要觉得有例外 如果你承受不起这个批评 或者各方面的评语 我劝你不要做这个行业 你千万不要做这个行业 你做回你的达人算了 达人都会被人攻击的 你有一个客人不找数 然后说你没有化妆 冤枉你怎样怎样衰 那你又要去解话 你又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这些 我们现在做到 已经千除百年了 哪些需要锁在保险箱 就锁在保险箱 哪些需要拿出来摊给大家 很棒的你就受人赞颂 你就受人景仰 不职的你就被人宰割 这个道理很简单 所以你要承受得气就做 下一部分回来 我就会讲解一下 怎样面对着这一行 怎样已经习惯了这一行 怎样接受这一行 怎样去继续可以永远地走 这一行而不会辛苦 下一部分回来 今天再说 拜拜